我们能遇到尽总法门 老师念佛求生尽土 等到这个世界上众生 什么时候回头是岸 什么时候再来 这就对了 所以现在千万不要跟人家怒气 人家打我骂我笑一笑就好了 给他道个歉 给他救个公 给他问个训 绝对没有怨恨心 还谢谢他笑我业障 真的 我不生气业障就笑了 我一生气麻烦就大了 那不但业障没笑业障又增长 他骂我 打我 侮辱 我一点都不生气 业障就笑了 谢谢他 谢谢他替我笑业障 下一个问题 他说我一直希望在生活上 乐视你的真诚亲近平等 这你就慈悲这二十个字 这二十 他说可是为什么总不懂得运用 确实 这二十个字从哪里下手呢 这个要知道 从放下下手 你就有办法落实 你之所以做不到 就是你不肯放下 那不肯放下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讲经常讲的 不肯放下自私自利 不肯放下明文力啊 不肯放下供高我慢 那你就做不到了 所以要把自己毛病吸气 所以要把自己毛病吸气放下 你对人呢 就会恭敬 就会虔诚 会真诚 所以放下 你看这个真诚 放下虚伪 那清净呢 就放下任务 那平等呢 就放下傲慢 正觉呢 放下愚痴 那慈悲就放下自私 你不肯放下就没法子了 第四个问题 是学生以居士身份 常住寺院 自己购买机器 刻入老化石光盘 免费借员流通 请问是否应交电费 印交 在寺院里头要加电费 或者是呢 这个寺院里对你客气一点 那你对寺院要有供养 这个供养的时候 决定是超过电费 那你这就是功德无量 这个里头还有一个方法 不交电费也行 什么呢 我这个功德回向给常住 这寺庙里我替寺庙做功德 这个也行 也能讲得通 寺庙没做好事 我替你做好事 替他弘扬佛法 这个都行 所以由此刻之 这个凡事都不是一定 这是面面的圆容 下面网络同学提问 这有十个问题 有十个问题 第一个说 弟子有房屋出租 但陈族人从此自租餐饮业 非素食 请问物主是否会被饮过 会 他做这个婚食杀生的 他是煮饭的 你这个出租房你是从饭的 他有罪 你有过 过比罪轻易的 所以你能够 我们现在有两套光碟 一套为什么不能吃它 一套是山西小院 你去送给卖饮食店的老板 送给他看看 希望他改成素食店 那你的功德就很大了 第二 微臣 如果是大千世界中最小的单位 那么微臣与微臣之间 有大千世界吗 还是法界 虚空界为一个整体 根本不存在时间空间或距离 这个对 确确实实 在一阵法界里面没有距离 没有先后 也就是说 没有时间跟空间 时间空间 在六道里头有 在四圣法界里面 就没有 到一阵法界就更不必说了 四圣法界里面 虽然没有时间跟空间 所以他自在 这佛法讲的是 发生薄弱陷阻 他虽然发生薄弱 没震得 陷阻震得 就是时空没有了 那么到一阵法界 这就是破一篇无名 这一份发生 才知道微臣里头有世界 那这华言经讲得很清楚啊 世界里头又有微臣 微臣里头又有世界 重重无尽 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全是自信 这全是自信本有的 那不是哪个知道的 是本有的 就是说明 这个信的深光 没有边际 这是我们的自信 所以到一定的程度啊 你就发现了 就明了了 第三 他请问 佛说无量受名号立业 大肆应远近 这个经里头有一句经文 是阿难 比九云时辰 发生常驻 无量受佛者 其义人也 今日世尊 是我身也 请老法子慈悲开示 你听华言经 听了这么久 这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说明 你粗心大意 这些经你都不要听了 你真听懂了 你也会体会到 社佛一切诸佛如来 是自己的身 是自己的发生 一切菩萨 也是自己的身 佛是我们的信德 菩萨是我们的修德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一切众生是自己 所以你会对一切众生爱护 会对一切众生尊重 不是别人 是自己 社佛三世佛共同一发生 这经上我们都念的 经上很明白的写出来 一行一智慧 列无为一 那哪里有差别呢 阿弥陀佛不是自己是谁 中风禅死在三世西念里面就讲过 母心就是阿弥陀 我正在想说 那是谁 我一枚 是谁 我一枚